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文即是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思呢? 人都是追求自由 自主 自由就是可以畅所欲言 自主就是将新的科技 可以尽快应用在自己平台里 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于是就有了Curious这个平台 大家会问Curious不是C字头吗? 为什么会用K字头呢? K字代表的是knowledge 知识的意思 城寨这么多年来都强调以知识为本 而好奇心其实是产生知识的动力 知识能够传播就需要结合创意 所以好奇知识创意就是Curious这个平台的精神 在Curious里面 除了城寨的节目之外 会有来自五湖四海全世界的creator 将他们的知识和创意产品 带给大家 Curious 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平台 各位城寨patreon的听众 大家好 又到这个横看历史的节目的时间了 一路以来我们就解释这个 由周秦之变开始 中国历史的几条主族 一开始说当然就是所谓法家的 一路在中国传统政治里面 各种的管治哲学 由法家引申出来的有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王权 如何将家天下去保持下去 而很早在秦开始 已经进入了一个郡元制的国家 由皇帝聘用一帮余生组成的官僚 再由官僚直接去管治人民 这个就和西方历史的封建制度 就是分封一些的王族 由王族去管理自己的庄园 而庄园里面的龙奴或者电龙 就只是属于庄园的管轄和他们的财产 就和王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的分封制度 就导致帝国本身 就不是一个那么压迫性那么强 法家这种偏护齐文的郡元制的压迫性强 所以秦就十五年福亡 秦速亡之后 汉就装了一个变速器 就是叫做儒家思想 就是令到皇帝去擠押 或者抽取人民的血汗的时候 就不要那么快 但是皇朝会一直发展 发展到中后期 当那些皇室人员 特权阶层和官僚阶层 利益集团带到一个地步 他要吸血就越来越多 所以就会去到什么呢 就是我上一集所说的 就是中国历代的文变 为什么会以最残酷的农民起义方式 将所有帝国管治出来的 所积累的毒素 就彻底清除 清除的代价是什么呢 是随时讲死五千万人 甚至是一亿人的战争 而建立的新皇朝 在清洗了这些毒素之后 他就继续又可以开始一个什么呢 是叫做轻饶薄富 与民休息 让经济慢慢恢复 恢复到某个那样的水平 那个摩打又开动了 人肉抓执机 抓到一个地步 最后又官逼民反 于是就成为 中国自乱轻衰 循环不息的 这种现象 今天讲的主题 就跟这个法家抓执机 都有关的 其实 就讲另外这个 中国发展 在那个千多二千年的历史里面 为什么不会出现这个生产力的弱进 甚至好像西方那样 走上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路 而最终实现这个工业革命 形成一个西方的工业文明 是击败了这个东方古老的传统的儒家蒙明 而中国去到晚清出现这个巨变 急起直追 今天就是主要解释这件事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所谓商人的角色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无论是儒家思想也好 或者是法家也好 在传统中国里面 都是叫做种籠益商的传统 但是这个种籠益商的传统 是汉之后才出现的 为什么呢 现在就我开始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就是我们都听过了 其实就是成语故事 奇货可居 奇货可居 就是说商人做生意有眼光 看一些特别的货物 然后将它善价而沽 夹高它的市场价值 在市场价值最高的时候就出货 那奇货可居这个故事是来自什么呢 原来是来自 亦都是秦朝了 就是秦朝的 庄商王时代的首相 丞相吕北韦 庄商王是谁呢 就是叫做盈义 盈义就是盈政的爸爸 不是 不知道 一会儿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秦始皇对上的那个皇帝 就是庄商王 就是盈义 那麽就 在史记里面记载叫做子义 子义就是叫做公子 子乌子乌 那就叫做义公子 那麽他原本 就不是 是一个很大机会的皇位继承人 子义只不过就是一个 叫做人质 当时秦朝也都不是很强大 是鄰国赵才是强大 那麽所以呢 那麽裏呢 就要派这个 皇族 就是太子 那麽多个子义 那麽多个子义 选择子 那麽選得去到趙国做人质的 那麽不是那些有机会接掌王权的人 那麽選了这个秦义 去庄丹 就是当时趙国的首都 就是做人质 那麽裏 那麽裏就是个商人 來的 根据这个史记的裏不韦传 其實是說他是一個賤賣、貴賣、善於長袖善武的一個在衛國、趙國、韓國經商的人 也不是一個小商人,因為他在不同的地方把那些貨賣來賣去 他就結識了在寒丹,這個旨意去到寒丹做人質,又不是王位繼承人 基本上就沒有人騷擾他,做人質就已經是慘了 然後還要在別人的國家做人質,也是一個隱形人 經常都在雙春悲秋,自己慨嘆自己沒有前途 一次就去呂北韋,覺得這個人值得投資,可以投資在他身上 他就用做生意的角度去想,如果我籠絡到旨意 而旨意能夠成功將他送回秦國 而秦國做到皇帝,那我就發了 我不用在寒丹那裏 要靠那些皇宮貴族來給我權力 或者做我的保家,我才可以賺到錢 所以呂北韋就用這個叫做奇貨可居的成語故事 那他就用什麼呢,有一天就請子儀去他家吃飯 你知道戰國時代的雙人,除了錢多當然是女多 那他身邊有一位他很寵愛的叫趙基 趙基的名字是沒有意思的 趙基就是趙國的美女的意思 這個趙國美女跳舞就很厲害 那呂北韋就安排他在子儀面前再歌再舞 那大家喝酒歡唱 那子儀呢,窮心未盡 就悉心有喜,當然這個是呂北韋 擺在那裡的圈套 那見到這個趙基就色迷迷了 在薄沙下面偏偏起舞 那就走過兩巡,就喝大了 就跟呂北韋說 喂,你這女兒很棒喔,可不可以送給我 那呂北韋當然假裝生氣 假裝生氣,如果根據《史記》的記載 假裝生氣之後,後來就說 好了,既然你子儀卿要到的 即使是我的愛姬 我也沒辦法,大家兄弟 有今生,沒有來世,就送給你 好了,這個故事就很有趣了 如果你看到司馬遷的寫秦子王本紀 他就有講到秦子王的生父,就是莊襄王 幾年在那裡生 好了,如果你看《史記》裏面的《呂北韋傳》 你就會發覺司馬遷 真是歷史的奇才 即是寫皇帝本紀,有這麼正經,有這麼正經 但是他寫《呂北韋傳》就變成《呂北韋傳》 就變成《呂北韋傳》的風格 有這麼正經,有這麼正經 剛才我說趙基跳舞,紫楚 當時也是紫義的 即是同一個名字 愛上趙基這個故事就是來自《呂北韋傳》 而司馬遷更加勁,狗仔隊上身 上身就說,原來《呂北韋》跟趙基有了 趙基懷著《呂北韋》的骨肉 那就有餡了 這個《呂北韋》一不做而不休 就把這個有餡的歌女 一下子拋給紫楚買一送一 這個生下來的就是秦子王認證 所以秦子王繼任之後 他就叫呂北韋做第二個爸爸 其實他是真正的爸爸 我不知道最終究竟是秦子王本紀的寫法 還是呂北韋傳的寫法 兩個都是出自司馬遷之手 但是如果你說到呂北韋這麼長袖羨慕的商人 他又怎麼會不將一個有餡的歌姬送給紫楚 接著他就用錢去變權 就送了這個盈義 回去之後就行賄華揚夫人 然後就遊說當時秦王立這個盈義 作為繼任人 如果他做了繼任人之後呂北韋就自然飛煌騰達 因為他是一手用大陸的說法 一手打造莊商王的帝位 所以呂北韋就被委任為成長 本來盈義曾經喝大兩杯之後 割一半的巡律割薑土給呂北韋 當然是留的 最終 莊商王繼位無奈 然後就由呂北韋的兒子 刑政登基 我想想當時我講這個故事 就是當時戰國時代的商人 長袖羨慕到一個地步 是可以做王的 這個跟之後的中國商人的地位低落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所以我就說周巡之變 是一個關鍵來的 在戰國時代的商人 是可以其貨可居 投資在這些人材 你還要看看呂北韋 很多人以為呂北韋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 很假的 你說他是一個政治商人 但他怎知道是一個政治商人這麼簡單 他同時是一套管治哲學的人 就是在他的女士春秋裏 呂北韋有錢之後 有權 有權之後是要有名的 有名那他怎樣做呢 就是效法戰國的公子 什麼孟常軍 春生軍 養一班的門客 食客 孟常軍食客三千 呂北韋就養一班食客 然後就幫他寫一本書 叫做女士春秋 把呂北韋的管治哲學寫下來 然後就把他 因為那時候是用竹简的 大家記住沒有印刷術 用墨寫在竹简上面 一大菌就放在咸陽城的門口 另外一個術語就是一字千金 成語就是哪一個人 可以改到一個字 改到一個錯字 就上千金 就放在咸陽城門口 這個就是很高明的Marketing的技巧 一底就知道了 所以商人始終沒有了那種儒家左膠 還有法家酷利的包袱 但是呂北韋本人 就不是法家思想 是比較近儒家的中庸之道 也有一點道家思想 你看呂士春秋第一道 我們今天很多的成語 是來自呂士春秋的 譬如黑洲球劍 黑洲球劍的故事就是來自呂士春秋 即是說有人在湖裏面 就跌了一把劍在湖裏面 那他就在船那裏就刻下一個 的記號在這個位置跌 然後呢就回到頭去找 那是笑這個人的這個故事 就說喂大哥 那船走了 你怎麼會找得到那個什麼 在船那個黑的位置有什麼用呢 那這個黑洲球劍的故事就是 比喻什麼治國之道 國家社會發展是向前的 管治方式你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 這個就是呂士春秋裏面的故事 而呂不偉如果不是最終被秦始皇殺的話 根本上秦朝也不會走上這個高速炸製機之路 就起用了李斯這班人 這班就是法家裏面的熊里了 那但是呢 呂不偉的故事 除了反映商人的重要性 去到秦 看 特別去到看 這個商人的重要性就開始改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秦的法家思想 無論是韓非商鞅 衛療這班人 基本上覺得商人的勢力越大 對王權是威脅來的 因為商人有資源 呂不偉的故事 怎麼會不令到秦始皇認證 生活在一個陰影裏面 是吧 他是他的真父親 是可以把他父親 推回秦國做皇帝 然後把王權交給自己的兒子 交給自己的兒子 刑政就是女不偉的兒子 所以在法家的憶傷 的想法裏面 秦始皇當然覺得是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一直在法家的觀念裏面 挑戰王權的不單止是宗室 不單止是農民 也有地方的豪強 地方豪強 不只是說有私人部隊 軍隊的人 而是因為京商致富的豪族 這個在漢裏面 都是一個大的問題 地方豪族 但是 怎樣令到豪族沒有了這個基礎呢 在漢朝就有一個大的辯論 叫做嚴鐵論 這個很重要的 在古代中國來說 竟然 比今天的共產黨更進步 就是一個國有化與私有化的大辯論 就是在漢超帝那時候發生 大約是公元81年左右 就是這個 桑弘陽 當時的余氏大夫 就是贊成是什麼呢 就是支持國有化的 這個就是漢朝的一路走頂的政策 就是鹽、鐵、酒 是由國家壟斷經營 而他的對家 辯論的對方是什麼呢 就是炎梁文學 就是儒家讀書人 就是後面的老闆 就是權傾朝野的權神霍剛 霍剛就推這幫余生出來 挑戰當時的財政司司長 桑弘陽 大家的辯論就記錄下來 成為嚴鐵論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的公共政策辯論 以及公共財政的辯論 雙方也是 霍剛那邊的余生 根本上都不是重傷 他只不過是說 不應該與民爭利 不應該所有的事情 就是由國家壟斷經營 應該是還富於民 那桑弘陽的討論就很簡單 武帝以來我們一直要打兇怒 國庫空虛有這麼多開支 如果我們不是用專賣政策的話 錢從何來 這個就是成為當時在漢朝一個很經典的辯論 自此以後在中國是很少出現 而當時有一個人叫做緩寬 就是將這個當時辯論的對話 是一個對話來的其實 的會議紀錄來的 用自己文筆整理下來 就成為嚴鐵論 漢開始進入益商的階段 為什麼呢 就是一 國家需要愚民爭利 國進民退 因為他要錢 皇帝要錢 打仗 這個是益商裏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第二他阻止地方的豪強 因為你自由經商的話 大家不要以為漢的商業不發達 如果根據出土文物的記載 漢朝的絲綢已經賣到去印度 阿富汗這些地方 就是說商人做生意 已經走出當時的 黃河流域的地方 是去到中亞的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商業這麼發達的話 賺到你的錢 就會成為政權不穩定的因素 因為商人是會和地方的政治門階結合 一個有錢一個有權 這個就是挑戰這個王權 所以益商在中國的法家管治裏面 是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考慮 就是確保這個王權不受挑戰 你看回西方歷史你就知道了 西方歷史裏面 今天我相信很多我們的聽眾都喜歡去意大利玩 為什麼呢 意大利的歷史文化 是豐富很多的 比起你去英國 或者歐洲其他 比如德國 德國也好些 比如你去英國 或者北歐的國家 很悶的 但是你去意大利不是的 比如我舉例你去托斯卡納省 你去佛羅倫斯 你去到那個廣場 領主廣場 這個Plaza Signoria 或者去到這個 Udisi博物館 或者去這個 Boboli Garden 哇這麼漂亮 那時候 你看到是一個很有文化氣息 當然是 最重要 去佛羅倫斯 去看這個 佛羅倫斯聖母百花大教堂 那個Doom 那個窮頂 一個很巨型的頂 在十六世紀 起出來的一個建築 簡直是這個驚人 那個比例是相當之巨型 但是你想想 你再去Siena 都是Toscana的城市 你再去Pizza 比薩 邪塔那裡 或者你去這個 Luca 或者你去S.Gimiano 你去每一個城市 你都見到很獨特的建築 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文化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是一個領主廣場 一個市政廳 有一座教堂 這個就是你看到了 西方去到中古之後 這些城市是中古城市 我剛才數過的 包括什麼 去到維羅納 即是意大利北部 中部或北部 即是羅馬對上 米蘭對落 Bologna一路再落 包括威尼斯泰 你看到這些城市 為什麼會文化這麼發達 這麼有錢呢 全部建了這麼漂亮的教堂 然後那些領主廣場 還有市政廳 市政廳啊 不是皇宮 是市政廳 所以大家去旅行 就要放開的視野去看一看 這個就是反映到整個歐洲的歷史 就脫離了那個大一統王權之後的發展 我們經常說 中古是黑暗的時代 但是中古的意大利是什麼呢 是成當自治的年代 這些城市裡面 就是由一班商人 他們有錢 而當時的封建貴族 就是有權而沒有錢 結果他們就依賴這班商人 去提供錢給他們 而商人就向他們買什麼呢 買了這個自由 買自治權 所以我就說這段歷史是很有趣的 特別是今天 香港自治權喪失的時候 你重讀這段 意大利的 城邦自治的歷史 我推薦大家看一個Netflix的電影 電視片集來的 其實是美國拍的一套 關於意大利的歷史的電視片集 主角之一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德斯丁·韓夫曼 那個名字就是默迪奇 The Master of Foreign 佛羅倫斯的主人 就是16世紀的默迪奇家族 和另外一個家族 之間的角力競爭 但是他的故事是很有趣的 你會完全把我剛才所說的 在一個電視劇裡面看到的 他們的這個家族裡面 默迪奇家族裡面的 起朵 崛起的 Giovanni應該沒記得 就是Dustin Hoffman 其實他就是一個 Banker來的 商人出身做銀行的 在佛羅倫斯做銀行 然後他最終可以成為佛羅倫斯的領主 他整個家族 是控制了佛羅倫斯 整個二百多年 今天我們去這個領主廣場 去佛羅倫斯 除了看到那些大衛將 或者去這個 聖武百花教堂的DOOM 都是他的兒子 家族做Patreon 給錢 所以你看到 有錢 有權 有文化 有修養 你就看到那種文藝復興 為什麼會在意大利出現 因為他有自治 他不是受過教皇的王權所控制 也不是受過皇室告訴你 我要你畫這些畫 就是這些畫 我要建這種風格 教堂就是這種風格 他不是 他是找到當時最創新的建築師 在佛羅倫斯去建 今天如果你有機會去佛羅倫斯 迫提皇宮就是穆特其家族的地方 不是皇宮 你去Siena也是一樣的 這種城市自治的歷史 最終他們的城市可以結盟 是成為一個政治聯邦 Lumbardi 就是一個這樣的聯盟 而在德國的城邦裏面 也曾經組織過漢薩同盟 這些城市自治之間的城市 當商人在城市裏面得到政治權力的時候 商業自然是受到保護 這個歷史同樣在荷蘭、阿姆斯特丹 在北海那邊的城市是出現過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讓東西方在商業歷史裏面很明顯的分別 我可以這麼說 如果沒有這個城邦自治的歷史 歐洲是不會出現資本主義 很多人到今天都認為 資本主義只是一種生產方式 即是 將一些農民變成工人 然後在一個工廠裏面生產 但是如果你看過經濟史的重要作者 包括 社會學家Max Rayburn 或者是經濟史裏面一位很重要的 學者 洪彼得 在他們眼中 資本主義是一種文明 一種意識形態 一種 整個社會體制的配合 不是純粹是資本家 不是純粹是蒸氣機 這些隨時可以買回來 像今天的中共一樣 究竟你說它是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體制 絕對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文明 資本主義文明是包含什麼呢 法治的精神 法律面前的人平等 平抑這個特權階層 由一套公開而透明準則 讓大家去遵守 你今天如果去阿姆斯特加 你看到那個股票交易所 你就會想為什麼 人類歷史上 第一個股票交易所會出現在阿姆斯特丹 為什麼現代的暴記制度 bookkeeping 會計制度和保險制度會出現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為什麼這些 威尼斯 佛羅倫斯 這些商業成邦 曾經有這麼強大的海軍 曾經在整個中古時代 是代表意大利文明最強勢的時代 當時惡徒萬帝國全部都沒有興起 這個就是商業的力量 如果沒有這些商業的力量 沒有這些由商業文明 所產生的 一種文化 西方是不會出現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漫長的中古時代 一直慢慢 培育出來的一套人類文明的制度 不是純粹 是有機器有錢有工廠 那些全部可以買回來 華為可以撻回來的 晶片 問題就是撻回來的晶片 是不是代表你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體制 絕對不可能 資本主義體制裏面 剛才我說的是 西方的意大利興起的 城邦自治的歷史 你沒有自治 沒有商人階層那種 脫離貴族的政治權力干預 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我記得我讀書的年代 曾經不斷地論證 中國在明朝清朝出現的資本主義 無疑當時 景德鎮做的陶瓷 或者崇江做的 紡織、絲綢 已經是很高度的工廠化 是僱用工人去做的 不是家裡自己的家庭式的作法 也可以賣到日本 賣到歐洲的地方 景德鎮的陶瓷 或者青花池 但實際上他沒有辦法 完成的那一步 就是一個整個資本主義體系 裏面那種的商業文明 以及那種制度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 保護私隱產權 中國的商人 為什麼他最終要跟權力結合呢 因為他會知道他的錢是相當脆弱的 所以你看到 漢朝是什麼 將所有富戶 有錢的商人 歷代的皇帝都一樣的 將他遷到都城 第一方便監管不可以造反 第二你這樣遷了一輪 離開你賺錢的地頭 你的財富自營會大量削弱 就不會變成地方豪強 漢朝如是 去到明太祖都如是 明太祖最經典的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南京的長城 今天大家還看到部分 或者去到周莊 你會看到一個沈家 沈萬三的家 收藏 江南水鄉 沈萬三是水人 就是 明初的有錢屋 是捐錢給明太祖 收足南京城的長城 明初定都南京 明太祖不單止 不是感謝這個沈萬三 結果是什麼 他說你這麼有錢的 原來 行了 抄家 抄家 對齊各種各樣的理由 這些錢來歷不明 然後抄家 拿了錢 這個就是中國歷代以來 所以為什麼 商一定要變權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你不變了權力 雷德偉的故事就是這樣 他由錢變了權 當然他最終就是因為 刑政要隱藏他的身世 而殺雷不偉 但是 他成功的就是他如果只是一個商人 他不會歷史流明 他是以秦國 莊襄王承相 的身份歷史流明 雷不偉 但是中國歷代的商人都不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 到今天也如是 我記得我看過一本書研究華商 東南亞華商 無一例外 他是要靠 專營權才能賺大錢 他們操作 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們一定要 當時的殖民地 東尼的英國政權 或者在馬來亞的 英國人 或者緬甸的英國人 就把專營權判了給他們 而他們就可以 忠於當時的殖民地主人合作 他不會把那些東西搞到 但到我給那個橡膠原來搞 他就會定時定後 將收益談好了 就給這個英國人 華商一直都是這樣 但是你要他創新 你要他發明 甚至你要他出來 做一些東西成功的話 一定是困難 在上一節 我們就提到 這個 東西方 關於那個 歷史發展 一個大一統的 郡縣制國家 在這個王權的考慮裏面 他對商人階層 或者是對商本身 是有一種很負面的看法 他不是 只是說 跟國家爭利那麼簡單 漢朝的元鐵論 只是說 資源爭奪 所謂 國退民 和國進民退的關係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這些商人 會跟地方的勢力 結成一個利益集團 而削弱那個王權 所以 益商的傳統 不是 大家不要以為 是因為儒家的人 喜歡商業 當然 儒家是一個農業社會 裡面的產物 他都是覺得 以農為本 這是必然 因為不是 就會出現 吃不飽 就會聞辯 而商的力 他們看到 如果不是 怎麼會在戰國時代 會出現那麼多 大商人投資 在政治裏面 但是西方 他不是直接 自己 去得到 統治的權 他的統治權是買回來的 因為那些貴族 一路一路 墨水 墨水之後 他就說 我和你談判 你可不可以給這個 城市給我自己管呢 給我自己管的話 我給錢你 我給錢買 買這個自治權 買自由 買自由裡面 你還要記住 買了回來之後 是不是一直都是你的呢 這個城市 有一個charter 有一個約章 所以為什麼我就是說在意大利的城邦自治裏面的市政廳是那麼重要呢 因為那個市政廳就是 他們管治者組成的一個 寡頭集團 去管治了 已經不是一個人了 寡頭集團就是那個執政官 不是說皇帝皇后 或者貴族 是那個執政官 那個執政官是可以換的 所以他為什麼麥迪奇這套電視片集裏面就是兩大家族之間的恩怨呈受 就是因為大家都在國族對托斯卡納地區這些城邦的控制 所以你看到 整個發展形態的分別 在14、15世紀已經出現 當時中國 你說他當時在做什麼呢 就是 元明 明朝 明朝開始了 你說他是不是那個生產水平 都仍然是高呢 事實上 明朝的 物質水平 不低過歐洲 但是問題就是當他沒有了那個 後面我剛才所說的 資本主義如果他是一個文明的話 你的政治權力不可以隨便去 將人家抄架的 就算你覺得商人本身 不是高尚 明太祖就是這樣 規定商人不可以穿絲綢 農民反而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叫做 士農工商 士農工商就是他比工匠更低的地位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除了道德上覺得他們那些債賣 貴賣之外 就是叫做出古惑 所謂不道德之外 賺錢不擇手段之外 真正的原因就是怕他不擇手段之後他有權力 錢可以買到權 所以變成了整個重商主義和這個益商的傳統 是歸根究底我覺得就是跟他們兩個西方歷史 所走的那個管治的方式 那種 制度上的分別 而衍生出來 如果你是一個大一統政權 你時刻都怕什麼 漁商奪理權 承商奪理權 愛戚奪理權 幻官奪理權 最終你怕什麼 地方豪強奪理權 地方豪強呢 你唯有把商人 全部搬到首都裡面 就近看管 所以繁榮的城市就是首都 中國的城市 全部重要的城市都是政治性的城市 沒有商業性的城市很少 商業性城市大家有機會去看什麼 去看揚州 揚州曾幾何時就是明清時代 中國最大宗的生意當時就是混鹽 做鹽商 但是為什麼鹽商沒有辦法發展到墨迪奇家族 那個 權力地位呢 因為開採鹽 是專賣的 是壟斷的 由國家批出專業權的 這個由漢 一直到 送到明 都是一樣 鹽商只是去鹽牆 拿著鹽引 去鹽牆裏面 拿鹽去反運 鹽牆不是屬於他 這個鹽的 貿易 或者鹽的 研究 在日本人來說 研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 他們第一個研究的就是研商 鹽商它一樣是 譬如你如果今天去揚州的 東關街 如果沒有記錯 我大概十年前去 就是把大運河 大運河就是把那些鹽 運到北方 在揚州的大運河 後面的一條街 是修復了所有鹽商的大宅 盧氏大宅 汪氏小苑 我自己住過在一間鹽商裏面 是美得不得了 那些私人花園 是美得不得了 但結果他最終 他不會 他運炎發達就算了 他會做什麼呢 他會將他投資在 兒子的功名裏面 叫他們做官 跟安徽的商人一樣 非洲商人主要都是從事 鹽和柴的貿易 跟山西商人從事金融一樣 進商 非商就是鹽商為主 很多都是姓汪 鹽商 但是你發覺鹽商他們家財萬貫 皇帝去揚州巡視 明朝皇帝好 清朝皇帝最喜歡去揚州玩 為什麼 女多 古靈精怪什麼都可以玩 懂得享受 因為城市很繁華 富庶 很多有錢人在 僅此而矣 他們也住在鹽商的大宅 去揚州玩 所以 但是你發覺 不是說他們的 Entrepreneurship 創新 創意 什麼都不用 他只要guarantee 他的兒子 下一代下一代做官 做了官之後 因為以前讀書 你當然要靠 你真是那麼多 寒門高頌 如果不是怎麼會安徽那麼多人 做進事 那個是投資 投資要請一些熟悉 朝中有人好做官 熟悉主考官 熟悉這些市提式觸路 最近香港都判了 那些補習天皇 原來都是要通過這些方法 去 有通水 中國以前科舉也是一樣 你容易高頌 後面就是錢 所以雙從來不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 反過來主宰這個政治 但是你看西方的發展就是這樣 在這個中古時代的麥迪奇 十五世紀 十六世紀 麥迪奇家族 已經是發展到這樣的地位 威尼斯共和國也是一樣 當然最後有一個更大的帝國興起 就是民族主義國家 那這些城邦自治就開始消失了 最終就拼入了這個民族主義國家 但是商人的地位沒有因為這樣而受到削弱 這個也是我們看 中西方歷史比較的時候 另外一個值得大家 去關注的地方 而我覺得這個問題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你看今天香港的商人 無論他是千億上市公司都好 他就是一個小官 劈份新聞稿 他就要開記者會出來支持國安法 你看看 跟沈萬三年代 明太祖 捐錢 起南京城牆 那麼有錢 抄你家 是一模一樣 最終你看到現在 所謂 中國民企企業家 馬化騰 馬雲 誰不是要把自己的股份全部賣出來 錢我給你 但是你作為一個政治有影響力的階層 絕對不容許 絕對不容許 這個就是 2000年來 中國的法家管治下 認為商人 威脅王權 是一脈雙城 好了 今集 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可以 端午節快樂 休息一下 看看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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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想想 每一次杨茜 入股 王晶 封小平 入股之後 搞一大輪 略奪自己的私利 做完之後 一個爛灘子 交給下一個 又再交給下一個 直至到他倒閉為止 如果你說真是獨裁管治 我想問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搞到 如果你是新加坡模式 屈永賢 雷鼎明說出一部分的奮怨 就是林鄭不夠強硬 但這只是表象 如果你是用一個這麼強硬 而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權 只會更糟糕 而整個香港就變成一個雅士 是每一個人進來搞一搞 每一次有危機 新的手來搞一件事 搞完之後 又再創造新的問題 然後又再找新的方法去搞 一計不成 又生一計 直到逃空了香港為止 這個其實在歷史裡面 已經寫了一個結論 就是1997年之後到現在 香港搞到這樣的 怎麼逃避 我想問中共 其實都不能逃避的 我覺得 那個結果已經寫了在這裏